看看有關於許巧新的部分 因為檢調繼續追查 因為要查機房查金流 結果一查查到說 可能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可能有關 當然現在還沒辦法確定 就一定是跟柬埔寨 但是機房社代還外 可能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有關 然後許巧新的部分 他的關係圖是這樣子 這是他的這個大姑 這是他的姐夫杜秉承 然後這是他的先生 這是許巧新 然後他們有匯了一百萬給媽媽 媽媽拿了兩千萬給女兒跟女婿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這個線 能不能夠這樣子簽 這樣子簽 到這樣子簽 最後到這樣子簽 如果像我畫了這樣簽 那最後許巧新就會倒大煤 因為這個一百萬 顯然會跟詐騙集團做連結 所以朗東 你看這個案情的發展 這個算是比較突破性的發展 就查到可能跟柬埔寨 柬埔寨詐騙集團有關 對 因為詐騙的話 最上游的這個部分 就是要先打電話去騙那些受害者 那打電話這個時候 他那個機房跟負責打電話的人 就在柬埔寨 因為大家記得在兩年前的時候 就有說有很多台灣人 就被騙去柬埔寨去當租宰什麼的 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們去很多人都知道 是做不法勾當 就是說為了高薪 用高薪引誘一些人 去那邊當詐騙集團 然後詐騙集團的時候 就在當地打網路電話 然後打了台灣去騙了台灣的人 那現在就被查出來是說 這個徐小新 他家族所設炸的這個事件 跟柬埔寨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不禁想到 在2022年11月18號這個時候 那時候徐小新就破了幾張圖 質疑說鄭文燦 陳時中 你們怎麼可以跟設炸的人 在一場參會上面有一張合照 那時候徐小新他是怎麼講 他說如果不老實交代 未來還會有更多照片和資訊 這個釋出 對不對 這要威嚇 他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在一場參會上面 本來就不認識 只是剛好可能是選舉期間 跑團還幹嘛的 你跟一個設炸的人 從桌吃飯 你就必須要老實交代 不然就會有更多 這個照片會釋出 結果這個大型回力標 捲捲捲捲的一年半的之後 回到徐小新的身上 他這個不是一般的餐會 他直接跟詐騙集團吃年夜飯 那你要說徐小新要不要老實交代 全世界我想了老半天 有什麼樣的餐 比年夜飯更重要 那就是徐家人嗎 我想比年夜飯層級更高的 可能就只有在海邊吃燭光晚餐 這種這種 所以我叫不然在大批班來講 吃到年夜飯是非常非常親近的 那選舉期間跑團 認識的一些人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色詐幹嘛 這個有時候也沒有辦法完全避免 那徐小新過去是這樣質疑別人的 結果這回標質疑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完全不正面回應 就兩個最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包含了臺北富邦借這1450萬 當初的見價證明是什麼 他不要把責任全部推給婆婆 應該要直接把這整個證據拿出來說 當初見價證明是多少錢 是兩千萬 三千萬 為什麼可以借到14050萬 這個超出房子一千一百萬的價值 這完全是這個文件上可以證明的 第二個他現在最新的解釋 說他給了那個一百萬出去 他不是拆兩比五十萬嗎 他就說那個婆婆就直接給銀行 那你就把婆婆給銀行的繳款證明拿出來 因為一般來講你去給銀行 他每個月會有那個利息的這個單 也有本金的那個還款單 那你這個不太可能說你在還款單之外 額外又多費了這個錢 因為其實算一算 假設你跟銀行借一千多萬的話 你這個用房子去抵押去借 不太可能是一個月要還到五十萬一百萬的 那可能一個月就幾萬塊 那所以他的還款證明是怎麼還的 這個金流是怎麼樣交代的 那許小新都不講 他最後就只有在訓法去上一些網路節目的時候 就在講就是說 我們要去跟王廣東辯論 其實我沒事也不會想跟許小新辯論來辯論去 我只是因為是說 他先講說是因為我以前辯論輸給他老公劉燕麗 所以我含怨報復 我先講我整件事情都是公眾討論 沒有什麼怨不怨的問題 過去跟他老公的辯論賽那些互有輸贏 也都不重要 跟公共議題無關 那我只是覺得說 好 你要跟他向我辯論 那我就覺得 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 辯論一下 你對你家人設善 知情不知情 就這個題目 結果許小新在這網路節目上面 就在講說 我不跟狗辯論 那個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他的原因幫你重現一下 沒錯 沒錯 其實他是回避這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回到許小新 他是講的 如果不老實交代 未來還會有更多照片和資訊會出 我請教冠廷 這個金流現在根據媒體的報導 是說查到第四層 扯到海外機房 可能跟柬埔寨有關 你覺得這個案子最後 跟許小新有關的機率有多高 我先講 許小新現在的斷點非常薄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坦誠的事情是 確實這個100萬 有給他的婆婆吧 但是關鍵是 婆婆投資相關詐騙公司 這個2000萬 看起來沒有否認 所以現在關鍵的 就是我一提 許小新給他婆婆的100萬 有沒有流進詐騙集團 而換個我們剛才講的 第三層 第四層 是檢調追查之後發現 金流流流流流 流到這個杜信先生的錢之後 發現本來這個詐騙集團 打電話的機房 疑似有可能跟柬埔寨集團有關 我先講這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唯一許小新的斷點在這裡 很薄弱 很薄弱 可是對他非常關鍵 因為如果許小新 就給他的婆婆100萬 給的借的送的都沒關係啦 停在這裡 沒事 許小新真的沒事 可是許小新的講法 讓他們覺得很可疑 第一個點 許小新的講法 第一時間 他向大家說 我的錢 是給丈夫跟婆婆 婆婆在給銀行的 哪一條金流流到了 所謂的詐騙集團身上 這講得很斬金截鐵 可是當後來 媒體的調查報導 出現之後發現 婆婆的錢 確實有流到詐騙集團 所以這個後面就要 他們在法院上自己攻防啦 我也不誣蔑許小新啦 但這是你要講清楚的 但我們只討論一種可能性 如果假設最後真的 連連連連連連 柬埔寨 真的有涉入政策案 我覺得事情大雕了 首先第一個 以前許小新是怎麼檢視 民進黨政策任務 國民黨是怎麼講民進黨的 我們有圖有真相 來看這相關的新聞 國人招騙受困柬埔寨 國民黨批蔡政府無策 新南向政策失能 通篇新聞稿子還罵說 你看柬埔寨詐騙天堂 小英不用負責嗎 蔡政府不用負責嗎 如果啦 如果這節目很喜歡 最後是真的 我們堂堂的 國民黨立委的家人 射入詐騙集團 國民黨第一戰將 對 超級第一戰將 我今天在友台 有人就說是 國民黨的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 都是他 重點 如果真的有 那用一樣的標準 我們用一樣的標準就好 我先講許小新 這段點也許可以成立 可是有一樣的標準 你今天國民黨立委的家人 涉入柬埔寨的詐騙集團 這事情打不打掉 這當然嚴重啊 我們就幾個個案 給大家來看一下 當然因為電視節目 我們稍微隱匿 不講細節 問大家一個問題 柬埔寨集團 之前不管是詐騙 或者活摘器官 一個數字 一個活生生人到柬埔寨 後來被活摘集團 全身的價值 相關報導表示 2400萬 你身上所有器官 能摘的都摘掉 2400萬 再來有多少人被騙過去之後 變成租宰寮 被關起來 被火烤電擊 以及做很多不適合講的一些細節 被虐待 這幾年這個事情大家重視了 我們台灣 甚至中國 東南亞各國跟節目政府沟通 萬個我最有要澄清一下 節目在政府這幾年來 有大力掃蕩 所以最近有變比較好 可是以前這些事情 大家立立在目 所以許巧心現在關鍵就兩題 第一個是你的家人相關的詐騙 是不是真的柬埔寨相關集團 你們有合作 或是真的就機房就是在柬埔寨 或是過去這一些柬埔寨的虐待案 詐騙案跟你家人真的有關 第二題 你的薄弱的斷點 其實就設在你婆婆這裡 而這一關過不過得了 剛剛老中哥講很對 那如果是匯款 然後如果說 後來是婆婆是給銀行 這相關應該都有單據 你在檢調那邊自己講清楚 每次都數據 每次都數據